很高興,剛才導演說的訂閱過了一萬 下集就想玩一個你問我答的遊戲 大家聽完今集之後,麻煩你們下方留言 可以問改裝、零件、賽車 或者關於我的東西,有趣、有趣的東西 下集就要回答你們 我會選擇十題問題出來 選擇了十題問題的朋友 我就安排一些禮物送給他們 分別有眼鏡白和白安排的Wayband眼鏡 兩副,還有Shell Helix Ultra 的機友 大家繼續訂閱和留言,多點給個讚 多謝支持 今天JTC Parks 為何要開一個環節呢? 因為導演說,很多人在YouTube下留言 問問題關於改裝 所以特地開一個題目 和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或者我知道的東西,告訴大家 今集第一集,我們由輪胎開始說起 我早幾個星期看F1 在鹹美頓 臨沖線前就爆了輪胎 差點連半軍都沒有了 看到都不知多緊張 寶達斯直到連班長台都沒得上 每一條輪胎出廠的時候 都有寫著那輪胎的check rare 就是內磨的指數 如果數字越大 例如280到300 代表輪胎的浪程度比較高 但是Grip比較少 如果數字越低,150到200之間 輪胎就會比較Grip 但是壽命會比較短 我由七人車開始說 現在很多人都會買高四能的七人車 每個人都會換輪胎和輪胎 輪胎越換越大 輪胎又越換越闊 其實有幾個問題會產生出來 就是很多時候 套線不太適合的話 有機會有開沙板 另外輪胎換越薄的話 有些人會減輕吸震能力 那輪胎自然會跳動很多 當然看上去會兇狠和漂亮很多 其實你換的時候要想清楚 因為本身的車可能跟18吋 那你去19吋沒問題 但如果你升到20吋和22吋的話 那你就要放棄一些功能 大家要想清楚這個問題 如果是Supercar的話 我建議換輪胎是沒問題的 Ling就建議你不要換 因為本身有很多Supercar都很輕 還有那個upset也很適合 那如果你刻意換了 太出或太窄 有機會會拆到沙板內側的位置 或者外側的位置 那對它的效果有影響 那如果你換了高成能 Grip 一點的輪胎 Trackwear 再好一點的話 反應會更加好 但留意一下 如果你平常在街上駕駛的話 跟回它的胎壓力沒問題 如果你在賽道駛的話 不妨可以問清楚代理 或者那間輪胎駕 究竟這輪胎最低的輪胎是多少 變成在賽場駕駛的時候 可以得身領手 玩得開心一點 如果輪胎過的勢力也不行 因為輪胎有機會掉出來 我們說一說JDM JDM的車多數是17至18吋的輪胎 多數有很多不同牌子 高石能的R輪胎 簡直是沒有什麼殖紋的R輪胎 旁邊駕駛會比較強 輪胎壓力更低 但有個問題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日常逛街的話 其實一到大雨的時候 這輪胎就沒有所有的效果 如果你用來日常用的話 就會危險一點 或者會吵一點 沒有那麼舒適 很多年輕人都喜歡的R輪胎 今集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條A052 為何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Yukama本身很想把A052拿到歐洲 但有些認證就拿不到 Yukama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機 研發了一條A052出來 得到歐盟的認證 我自己用的Yukama胎也有二十多年 我有用它的R輪胎、Sporty胎、Sleek胎 我對它的胎比較熟悉 這條胎比一般R輪胎多一些去水紋 如果正常一些不是豪語的話 其實這條胎都可以發揮到它的工作溫度 以及排水效能 對你喜歡駕駛一些比較Grip的胎的朋友 或者下雨又不需要很害怕青的人來說 這條胎就最好不過 這條胎的Sidewall 也會保持A050的概念 會比較Strong 而且胎是不需要打那麼像的 也可以讓胎人變形 現在代理來說 由14至20吋的Size 都逐漸沒有現貨 今天第一次在街上駕駛 正常地駕駛 它又沒甚麼噪音 雖然它的設計不同 但我又覺得它不太吵 吸震力不錯 很舒服 Base A050 我覺得跳動會比較大 但這條胎跟廠方公布的數字 感覺很接近 很有驚喜 之前我駕駛了這條胎袋 在賽車場或是飄移的地方 我講一下我自己用的感覺 我之前在George一場測試那條胎 其實乾地跟A050相差 大概是10至15% 但一下雨的時候 就高了2至30% 但那些胎的胎器 大家要留意一下 以我熟悉的Yukama為例 A050這樣說 我們平時在賽道駕駛 一輛頭輪車 我們頭胎打的磅數 大概是23至24磅之間 而尾胎是25至26磅 當然你一出去就不要馬上踏 要等一條胎的胎面有工作溫度 通常要用半圈至一圈 去旋轉一下胎 多數駕駛三至四圈回來 一條頭胎就會駕駛6至7磅 尾胎就要駕駛3至4磅 大家如果不是那麼專業的話 最好就問一些改裝店的workshop 或者是Tiling店的老闆 他們應該會給你一些意見 組裝做기에 組裝做跟大家分析 來自ата 谢谢观看